嗨大家好 我是一直在准备出门去钓鱼的up主案者 上次从老赵家回来之后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你小子讲的都是什么 听完感觉和没听一样 我说这就对了呀 你已经到了心中无间的地步 老赵说得了 这周周末有时间吗 来我家吃饭 把后边没讲完的再给我讲讲 我说有饭吃呢 肯定没问题 咱周末见 转眼间就到了约定的日子 这次是一个煎锅 旁边是酸菜和切好的五花肉 老赵拿起旁边的酒 就先给自己倒了一杯 事宜给我来点 我说得了 好不容易多久躲到澳大利亚了 我喝果汁就行 说着顺势就加了一堆五花和酸菜 扔进煎锅里 老赵说 前几天我去试了试 果然 晚上稍微扔的远点 到了阴影区 感觉比之前能多掉那么一两条 我说这还是我们大塔斯玛尼亚资源好 这万一周围没有多少鱿鱼 你扔哪它也掉不到 老赵说 这market都去腻了 你能够说到说到 怎么选掉点吗 我想试试一点新的地方 这你可算问对了 我今天不仅给你说说怎么找地方 还要告诉你什么季节去合适 像上次一样 不仅说是什么 还要说为什么 说完赶紧加了几片 焦香的五花下毒 首先 由于本身生存对水质的要求比较高 它们更倾向于生活在比较干净的水域 如果遇到海底急流或者风浪大 水变浑浊 那就会驱使鱿鱼 油项更深更清澈的水域 水质好旁边的鱿鱼小虾繁殖的数量就会更多 依我自己的经验 凡是去的时候海水浑浊 当天空军的几率就会大增 对于其他因素 例如深度 海表温度 岩度 海底机制对鱿鱼数量的影响 我刚好找到了一篇论文可以加以说明 虽然统计对象是1985年到2004年英国海域附近的鱿鱼 但是这次至少是鱿鱼 比上次用墨鱼的数据可靠谱多了 研究人员分别对鱿鱼的鱿体 成长中和成熟的鱿鱼做出了数据分析 因为数据趋势都差不多 我们今天就只看成熟个体的数据 这个图中的A B C D 分别代表了冬春夏秋四个季节 从左到右列 数据分别为深度 海水表面温度 海水盐度 泥土基地和历时基地 那横坐标为具体数据 纵坐标我也不太懂 应该不是很重要 那最重要的就是图中的曲线 你可以从曲线中看到这几种因素 对当时当地鱿鱼数量的影响 我从左到右一次给你解释 最明显的就是 在冬春季随着深度增加 捕获到的鱿鱼数量也随之增加 这意味着分布在浅水区的鱿鱼比例降低 而下秋季浅水区的鱿鱼数量会更多 那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 英国附近冬春太冷 风大浪急 所以大部分的鱿鱼也迁徙去了深层的水域 那鱿鱼又冷又饿 所以也迁徙去了深水区生活 SST这一列为海水表面温度 夏季的数据缺失 那春秋季最适于温度为12度 冬季为8度 那最主要的就是你可以看看春秋两季 那基本都是随着气温回升 由于种群数量明显升高 关于适宜的水温呢 我看到了鱼为陈新军的结论 他们说太平洋柔鱼 喜欢的温度在15到19度之间 王小军则认为 由于喜欢水温在12到16度 陈丰等人呢 认为在13到21度之间 那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分属于不同的海域和不同的品种 我认为可以举中位数17作为我们的参考 那关于附近水域的海水温度 你可以直接上网搜 那本地政府或者科研机构 都会给出自己国家附近的海水温度 我觉得天气好都可以出门试试 那第三列呢 是海水盐度对鱿鱼数量的影响 冬夏秋时有一个最佳的盐度 太低太高都会降低种群数量的出现 而春天呢 则是盐度越高 数量越多 老赵疑惑的问我 这温度季节我都自己能感受到 你这盐度上哪查去 这东西不用查 你就想想 下雨之后 特别是河口 海水盐度会大幅降低 会降低鱿鱼出现在此的概率 那普遍来讲就是下雨之后的一天 竟然鱿鱿鱼数量会减少 你在家老是待着陪你老婆孩子就行 下面是海底机制和鱿鱼数量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几张图 可以看出附近海域海底泥土越多 鱿鱼出现的概率越低 然而当海底历时越多时 鱿鱼种群数量则越丰富 所以我们在下次可以尽量选择 以沙石为基底的海域做钓 鱿鱼出现的概率会更高 钓货也会更丰富 我要说的另一点就是鱿鱼的浅海 栖息地以及产卵的区域 研究人员在这个海域放置了很多的传感器 就是涂上的黑点 之后他们会在本地捕捞鱿鱼 装上追踪装置 然后又放回到海中 检测这些鱿鱼的活动范围 就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区域是一个很大的内湾 然后又有一些更小的海湾 下面这个区域也同样是个海湾 都是鱿鱼喜欢产卵和猎食的场所 再看看下面这张图 非常有意思 研究人员在相同的地点捕获了一公一亩两只鱿鱼 然后再将它们放回海中 这两个鱿鱼也展示了非常有意思的运动区域 左边这只是雌性鱿鱼 往返于两个不同的海湾 而右边这只雄性鱿鱼 则几乎一直待在同一片海域 这是因为雄性在这里就可以等到前来产卵的雌性 然后雄性就会和雌性交配完成自己的任务 而雌性呢 为了保证卵的成活率 它们会选择在不同的区域进行产卵 保证它们的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增加有体成活率 总而言之它们都喜欢在内湾活动 那关于最佳钓鱿鱼的季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官方给出的鱿鱼禁鱼期 那依据这个可以清楚的知道 什么时候是钓鱿鱿鱼的最佳时间 那打开我们的塔州钓鱼APP 就可以看到东海岸鱿鱿鱿的进步期从10月15号开始 为期一个月 北部海域的进步期是从10月1号开始到月底结束 那近鱿鱼期就是鱿鱿鱼的主要产卵时间 近鱿鱼期以前及以后都是最佳的钓鱿鱼的时间 你意思是每年就只有这时候有鱿鱼 老赵不解的问 其实不是的 一个地区的鱿鱼会有很多个产卵群 而这些个产卵群会在不同的季节产卵 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个季节都可以见到鱿鱼 但是决定鱿鱼产量的是当地最大的产卵群 例如我们普遍感到秋季钓货的鱿鱼较多 这说明秋季的产卵群种群数量最大 那冬天不好钓是因为大部分鱿鱼都迁徙去了较深的水域 研究人员还发现 同一个品种低温水域的鱿鱼生长周期长 生长缓慢 最后性成熟的个体就会比较大 温度高的水域鱿鱼生长迅速 性成熟周期短 成熟后个体会小许多 那根据鱼业部门对我国附近海域及日本海域鱿鱼捕捞量的统计数据来看 结果显示了7到11月之间会捕捞高峰 尤其8月份捕捞量最多 所以对于我国来说 8月左右应该是每年钓过鱿鱼的高峰时期 鱿鱼的生命不都只有一年 研究人员通过对净柔鱼的耳尸采样也发现 他们的寿命在144到633天之间 而对于我国海域附近的怨物贼的研究发现 其生命周期为12到14个月 你上次说的月圆之夜是不是更容易钓到鱿鱼呢 对于商业捕捞鱿鱼的人来说 农历15前后的鱼货其实是比平时少的 我认为原因是因为农历15左右的光照度比较高 鱿鱼会比较平均的分布在海面上 不容易被钓游船的灯光所聚集 而其他时间则因为月光弱 所以钓游船的聚鱼灯会更具吸引力 而对于我们暗鱼的人来说 清澈明亮的月光呢 会吸引更多的鱿鱼进入潜水区劣势 那如果潮水也能达到最高点 那就最好了 这时候我们都鱿鱼的可搜索的范围也会大大的增加 那鱼货呢便会比平时多一些 这其中不仅仅是因为光的作用 还因为由于喜欢的耳食 会在此时更多的聚集在潜水区 那所以遇到月圆之夜 天气又好的时候 那很值得出门去试试 老赵又问 我们这里晚上太冷 钓点要远一点 钓完鱼回来又太晚 你嫂子不高兴 我主要还是想白天出去试试 白天晚上有区别吗 老赵 这你可算又问对了 这中间学问可大得去了 可是 我看了看桌子上早已空了的盘子 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 今儿也不早了 要不我们下次再聊 得我知道了 下周再来 下周你可得把剩下的都讲了 我前两天路过market 发现渔船上卖的龙虾是又大又便宜 下周你来之前我再去整点厂量 下次就说说鱿鱼都喜欢吃什么吧 什么时候吃东西 非常感谢老赵的款待 也再一次感谢视频里出现的所有的论文作者 人们虽然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价值 但是你们对科学的严谨和坚持 让我们相同的工作却得到了更多的回报 那也感谢每一个关注留言点赞的人带给我的快乐 感谢你们花时间和我一起在这里忙里投闲 我是安主 我们下个视频见